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个没有成品衣服卖的时代 他们的生意在方圆十多公里远的乡村都一直有好生育 父母为人善良 对很多实在贫穷的人家工钱尝试减免 甚至别人送点自家重养的东西就算工钱 有实在穷困打欠条的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父亲在与人交谈时总还说些得体的幽默 就是小孩子来我家 他也爱与孩子们说几句玩笑话 所以无论何人到我家都不会拘束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 市场商开始售卖各种成品衣服 父母的生意就突然下降 只为一些老人们做他们喜欢的老式服装 家庭经济开始拮据 特别是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费 甚至都要向亲戚熟人们借 但是父亲的幽默并没有受到影响 就是遇到叹气的事 转身见到人时又在幽默中有说有笑 去年全球疫情泛滥 83岁的父亲摔了一跤之后 在医院查出弥漫性肝癌 一时晚期 医生放弃治疗 无奈中 父亲回家度过最后的岁月 以前他每次出去 都要与社区的传达室菜市场的熟人们说几句话 在轻松玩笑中 领携日常的蔬菜回家 病倒后 父亲的肌肉已慢慢开始萎缩 无力下楼了 能下床时 他每天从八楼窗口探个头 看看楼下人进人出 我因在国外 受疫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 在等待签证中 我和太太都无法及时回去陪他 只能每日在视频中与他见面 他在病床上 总是把我们送他的平板电脑放在床头 那段时间 在越来越微弱的声音中 偶尔父亲也会流露出一些幽默 其中有两句幽默 我至今难忘 一句是 伙计 我们都在排队 那天是我一位弟弟的岳父母 来探望他 这位亲家公已被查出胃癌 他们又谈到我另一位弟弟的岳父 也是身患癌症 亲家三人都在同一年 先后被诊断出癌症 父亲就开玩笑地对他们说 伙计 我们都在排队 在我和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后 父母在世上的生活 基本上无忧无虑了 父亲住在我们给他买的房子里 偶尔会与母亲感叹 上帝给我俩老来享福 儿孙满堂 哪舍得死 但是死亡谁能逃避 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结局 无论有多少财富 学识 地位 名声 人都一样要面对死亡 因为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活过一百岁 迟早也要离开 来到世上 人都在排队去终点 父亲接着又和母亲感谢上帝 话说回来 活到今天也赚了 在他八十三个春秋里 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疾病 年少时得了肾炎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不好 几乎要死 因着上帝的爱 在他放弃治疗时 却奇迹般地慢慢好转 七十岁那年 得了喷门癌 整个胃被切除 因他年老体弱 我和弟弟们商量 决定不让他做任何化疗和放疗 我和太太 以及以信主的母亲 一起为他祷告 上帝又医治了他 2010年 父亲信了主耶稣 胃被切除以后的十三年来 他少吃多餐 胃口却一直很好 健康如常 直到这次再次患癌 肝癌晚期病人 通常会痛得满床打滚 我们家信主的 以及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 一直为我父亲祷告 求上帝平安地接走他 感谢上帝的怜悯 从七月发泄到十月离世这段时间 父亲没有任何身体上的疼痛 而且睡眠一直很好 他在慢慢衰竭中 平平静静地归到慈爱的天赋那里 另一句是 别难过 我到上面再休息 父亲每天就等着和我们和他视频 后来说不动了 就用微弱的手 试着将平板电脑 调调镜头视角 我女儿和儿子不忍心看他这么辛苦 边流泪 边劝爷爷休息 下次再讲 父亲就慢慢举起手 向上示意 艰难地笑笑说 别难过 我到上面再休息 他意思 是他马上要去天堂了 孩子们扭头擦垒而去 没几天 父亲走了 我们是唯一不在身边的晚辈 但是上帝给我和太太 及孩子们最大的安慰就是 我们有一天都会在天上见面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四十天后升到了天堂 也应许所有信他的人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 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才哪里 在那里的人 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地说 看哪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我再也听不到 父亲任何幽默的话了 但我想象着 在那无比喜乐的地方 也许他更加幽默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篇由钱志群 为大家带来的 最后的幽默 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愿上帝赐福给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